末日之后 人类躲入百层 而今天是地堡的自由之日 此刻庆典开始 众人高唱地堡之歌 而后放飞孔明灯 一切显得那么的严肃与隆重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IP专家艾力和主管乔治 已经破解了一个神秘硬盘 而硬盘里 却藏着关于地堡深埋的大命 那是一条神秘 世界充满毒气 可是当他们点开资料 艾力的眼神凝固 硬盘里面显示的外面 因为他看到了 颠覆他认知的东西 回到家里 艾力对丈夫老黑的造人请求 也在无丝毫兴趣 而他们一年的生育是 妻子艾力呆呆地坐在那里 察觉到不正常的 她连忙上前关心 没想到艾力先一步提了出来 她说我想了一晚上 还是决定把这些事情告诉你 在老黑反对的时候 艾力微微一笑说 我的节育器根本没有被取出来 随后缓缓伸出手掌 而手中赫然就是刚取出的节育器 老黑一看 重要的是妻子的伤势 艾力却毫无反 他们以为他疯了 老黑试图去劝谏 可是没想到艾力的情绪却越发的起义 而后他愤怒地打断了 被打好 我想出去 随即伸出手掌 他明白这一切代表什么 他是故意的 老黑来求龙看望妻子 他生气的指责艾力不该这样做 公开发表这种言论 导致一切都无法挽回 可是艾力却告诉他 我绝对不会死 他们绝对通过某种手段 改变了地堡数千台显示器 以此让我们看到 而那绝对不是真实的 老黑却一直外面说 就不可能 我们一直都知道 外面是充满毒气的世界 而且就算你说的对 那么我问你 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出去呢 可是艾力一时间也达不上 青山绿水 我会用羊毛清洁监视器 可是如果充满毒气 那么我就不清洁 因为证明我错了 很快 艾力的放逐开始了 可是艾力没有丝毫畏惧 一步一步 舱门再次关闭 艾力来到了外界 所有人或安静或窃窃私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越走越远 但是在他们的眼里 外面依旧是黄沙满地 以及看不到边际的毒气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刻的艾力 此时的艾力却再次站起来 就在众人荒忽时 艾力再次倒下 再也一动不动 老黑 一阵沉默 他们都认为艾力死了 时间一晃过去了两年 保安官老黑接 在艾力出现一场前 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而属下此时却接着说 有证人说 他极有可能是被谋杀 老黑一听马上来的精神 他意识到 这可能和妻子的一场 有更有些联系 而本片女主角 此刻正式登场